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业强不强 农村美不美 农民富不富 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乡村振兴的质量 而实现农村强富美 关键是要创新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旅 因此如何实现善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的难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苏南农村迅速崛起 企业发展不能没有土地 而农村建设需要大笔资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苏南农村就采用村企合一的治理模式 实现了村与企业的互利共赢 江苏省张家岗市永连村 曾经也是如此 1984年 永连村集体创办了永连炸钢厂 当时 永连村民委员会和炸钢厂 属于同一个管理体系 干部可以在村委和钢厂之间来回调动 今年63岁的宋兴祥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原来是永连炸钢厂的干部 2000年因工作需要 被调入村委会 成了一名村干部 我在企业上班的时候 趁何企业是吃大锅饭的 趁何企业要用钱是从企业划播的 包括我们的工资 村干部的工资也是从企业发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村企合一的模式 逐步陷入尴尬的境地 永钢和村集体融为一体 导致企业产权不清晰 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 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 员工干好干坏都一样 时间一长 企业就逐步丧失了发展的活力 当时我们觉得 这个趁何企业 不能再搅和在一起了 必须彻底分开 这个彻底分开以后 跟市场集规 才充分调动我们干部员工的身材积极性 1998年 当地政府号召苏南模式 向温州模式学习 也就是将乡镇集体企业 改造成个体私营企业 通过改制激发企业活力 永钢当时也被列入改制企业的名单 我们前前后后到温州 参观了好几家各式经济 他们在管理上 的确比我们灵活 企业的责工的结界性 也比我们高 但是在集体经济发展上 比我们薄弱一点 包括他们的基础建设 比我们这里 还是有点差距的 外出考察的所见所闻 对永连村的领导们触动很大 他们觉得 将永钢从村集体剥离出来 进行彻底的改革 有利于规范企业经营 激发企业活力 但永连村的主要领导 对于改制 心里还是有顾虑的 如果将企业全部卖给个人 今后永连村的建设资金 从哪里来 永连村民的生活如何保障 经过深思熟虑以后 2002年 永连村党委决定 对永钢进行股份制改造 为永连村集体保留 25%的股份 其余75%的股份 转给企业管理层持有 改制以后 永连村与永钢就由领导与被领导 关系转变为按一定股比结构建立的投资关系 股比结构 永连村老百姓得到的社会也就越多 只要是施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永钢也步入发展的快车岛 焕发出勃勃生计 而永连村的村民 因为集体持有企业 25%的股份 也成为改制的受益者 所以他们的心与企业铁得更近了 取悦好了 对老百姓的生活 就是会更好了 反正只要25%的股份不变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多举商手赞成 永连村的集体经济 除了持有永钢的25%股权 另外还有8000亩集体土地和251个商铺 过去永连村和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村一样 实行政经合一的组织架构 也就是村委会既负责社会管理 也负责集体经济管理 但集体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 是有很大区别的 管理人员所具备的知识 能力 经验等方面也不仅相同 我们村委会干部 管个农民 农田还是比较在行的 搞经济就有点吃力了 因为对市场经济不是太熟悉 况且有的产业专业性还很强 另外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激励措施 没有跟上 所以很难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永连村从永钢改制的做法上受到启发 他们意识到集体经济要发展 必须从村委会管理框架中剥离出来 成立独立的专门的经营机构 实行公司化 市场化 专业化的管理 在永钢转制几年后 永连村开始对集体经济管理体系 进行改革 我们首先明确 经济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主管单位 再由经济合作社负责对集体经济 进行市场化 公司化改造 2009年起 永连村根据村民自愿原则 以每年每亩1300元的标准 将村民手中的8000亩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到经济合作社 统一规划建设4000亩苗亩基地 3000亩粮食基地 400亩花卉果蔬基地等 5个农业基地 并在此基础上 成立了5家农业公司 实行公司化管理 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 同时成立旅游公司 负责集体商铺的招商 旅游景点建设和土特产品开发 推进123产业深度融合 公司成立以后 我们实行职业经理人士 聘请专业人才作为公司经理 薪酬与效益挂钩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壮大 集体经济 2012年 随着集体经济规模不断壮大 永连村进一步完善 经济合作社的组织建设 并制定 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 确认办法的规定 对全体村民的社员资格 进行更细致的确认 我们这个社员资格的确认 是根据1998年7月1号的时候 就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员 在根据思想人口变动 就是进行社员资格的确认 然后就是通过永连村姓 村务公开等形式进行公示 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永连村最终确定 10737个村民 为经济合作社社员 随后 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 237名社员代表 2014年3月 永连村经济合作社 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 并聘任了社长 副社长 及各管理部经理 形成一套科学的集体经济管理体系 从此 永连村经济合作社就成为一万余名社员 以集体资产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经济联合体 保障群体社员 保障群体社员共享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 在永连村集体经济管理体系中 监事会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监事会主要行使以下两项之质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通过费用的审核来确保我的资金使用安全 第二个就是说是通过对集体资产的审核来确保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2018年农业农村部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法人地位 这将有利于永连村经济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主体 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进一步激发出永连村集体经济的活力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 永连村的土地资源变得十分紧缺 面对人多地少产业集体的复杂局面 实行集中居住就成了永连村的必然选择 经过多年建设 永连村域内逐渐形成了一座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永连小镇 短短几年时间 永连小镇就住进了近两万人 其中有八千人是外来人口 他们大多租村民的房子居住 也有很多人买房子定居下来 我是来这里是居住孩子 上车 我是三种周庄 如此一来 小镇的人口结构就更加复杂了 给管理造成了很多麻烦 永连村民吴立芬对此深有感触 吴立芬是2007年住进永连小镇的 此前他是一名村民小组长 服务70户130多个村民 刚住进小镇的那段时间 联系本组村民成了令他头疼的事情 以前在那老堆里的房子都是一排一排的 开了会回去通知起来 会议精神一传一家一户都传到了 现在房子拆掉了 也没有那么方便了 由于土地流转 集中居住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永连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行政村的自治组织架构 已经无法满足永连的实际管理需求 现在我们搬到这个小区里以后 移动楼里基本上都是 都不是我们一个小组的了 靠我们村民小组长来管是管不好了 有的是外来人口买房子买在这里的 小区里一下子住进了这么多外人口 如果不让他们参与社区的事务管理 是不合适的 要想让他们参与社区管理 村委会这个管理一套已经不合适了 既然集中居住了 那么就按社区管理的方式来管理 针对这些情况 永连村党委及时向政府申请 在永连村境内成立永和社区及居委会 行政关系隶属于南风镇政府 为居民提供政策宣传 民事调节 公益事业等社区服务 2013年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时 永连村向政府申请 不再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 改为居民委员会选举 政府经过审慎研究 同意了永连村的申请 并明确 永连村村民作为永和社区居民 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 8000名外来人口 一起平等享受制止权利 从村民自治到居民自治 是顺应了我们有传统的农村 向城镇化之后的农村 乡村自立转变的客观需要 只有结实的 以时济尽的把村民自治 调整成居民自治 才是有效治理的举措 我们的治理的有效性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大家治理这个小镇 共享治理的发展成果的 集结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 在完成村民自治 向居民自治转变之后 永连村像城镇社区一样 实行广格化管理 推动社区服务功能 进一步下沉 最终对接到每个家庭 实现了社区服务的精细化 2017年 永连村开始尝试 社区服务社会化 将寄生 民政等 37类 72项职能 打包交给专业社工组织 惠灵社工承办 并通过对惠灵社工的 严格考核 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 我们这里都是全科社工 居民来办事情 无论他办理社保 还是机商业务 还是残疾类工作 一个冲口全部都可以办理 不需要再去排队 方便了很多 为了给居民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 永连村配套建设了 学校 医院 农贸市场等 公共服务设施 但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流量 车流量不断增加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们是08年搬过来的 当时搬过来的时候 是流动探发很多 真的是小区里边的环境 是脏乱擦 乱糟糟的 就是农贸市场周边 自厂自销的农户 到农贸市场这边来摆摊 卖菜这些人非常多 基本上他们占据了 这个通道一半的路面 交通就特别容易拥堵 那管的过程当中 和这些摊贩 很容易产生冲突 因为像这些都是牵涉到 执法的强制权 我们保安是没有这些权限的 这些问题的出现 让永连村党委意识到 城镇化不仅是基础设施的城镇化 更在于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的城镇化 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只有政府才能提供 小村庄办社会 是办不了也办不好的 尽管村里有了一些 城镇化的硬件条件设施 但是你缺少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有些东西 它则是摆设 有的甚至成了 审害老百姓利益的载体 这个时候只有引入 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实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 才能够有效地设施 乡村资历和管理 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 2009年3月 当地政府决定 成立永连社会事务协调办公室 在永连村派驻公安 交通 城管 卫生 工商 消防等执法机构和人员 为永连村提供城镇化的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随后 永连村将医院 农贸市场 红绿灯 治安卡口等公共设施 全部移交给南风镇政府管理 让永连村民享受到 货真价实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这样既方便了百姓 也为这里每一个人提供了 基本的法治保障 就拿我手里的这把菜为例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是每日这个菜 它从哪里的源头来源 我们要求它锁证锁票 何为锁证锁票 就是知道它从哪里来 接着它会迈到哪里去 如果发生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可以追溯来源源头 我们永连这个农贸市场 贴贴有检查人员来检查的 我们放心地吃贴贴吃的绿色菜 城镇化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不仅为永连村民提供了法治保障 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 现如今永连的村民族不出村 就能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管理证了 我是过来办身份证的 以前的话可能要跑到镇上去换 可能比较麻烦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把这件事情办了 非常地方便 像在景物市直接能够办理身份证了 在我们张家港市还是第一家 方便了老百姓 也体现了我们的一个服务 这个资源的一个下层 提升了老百姓的一个满意度 永连区内 现在有五个治理主体 永连村经济合作社 永和社区 永刚集团 社会组织 还有永连社会食物协调小组 这些都是治理主体 各式旗席 但同时有契约协同 共谋发展 永连经过这些年来的 探索业实践 已经形成了党舰引领 企业系统 群众参与 依法办事的格局 经济发展 政治清明 社会和谐 最大的受益者 无疑是永连的广大百姓 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 透射出的 是对美好生活的满足 和对永连未来的信心 永连村的实践充分证明 只有坚持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 与时俱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才能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才能在淳朴 厚重的乡土底色上 书写好乡村振兴的 宏大篇章 永连村在振兴的道路上 遇到的一系列障碍 说到底都是治理机制上的问题 但他们通过实事求是 大胆创新 调整优化治理机制 不仅扫除了这些障碍 更为永连村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 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